伴随台湾超高龄化社会的来临 加上诸多骨科文明病的衍生 饱受骨科顽其困扰的患者不计其数 今天节目就要带大家前往南台湾府城 造访一家备受推崇的骨科医疗巧处 陈玉杰骨科诊所 一块分享在陈玉杰院长卓越带领下 医疗团队如何成为在地民众最可仰赖的骨科圣手 在陈玉杰院长的带领下 诊所不仅拥有医学中心等级的仪器设备和技术 更以限额挂号人数 坚持提供以挂号病患完备仔细的看诊流程 让民众不仅拥有在地诊所就医的便利快速 更可享有教学医院等级的医疗服务品质 我们陈玉杰骨科的核心使命 就是提供患者最优质的医疗服务 医学中心等级的X光机和全球顶尖的超音波设备 让患者们可以接受到最精准的检查与治疗 我们的诊所不乏许多困难病例和运动选手求诊 这些经验使我们在治疗上不断地精益求精 逐渐成为在地民众所信赖的骨科诊所 试病犹亲的陈玉杰院长 清明的问诊及精湛的医术 使他成为许多在地民众眼中的骨科胜手 台大医学系毕业后 历经高雄长庚骨科完备临床历程 凭借造福病患医疗初心与专业医疗实力 打造多元先进的骨科创新医疗选项 为饱受骨疾之苦的病患 开启医疗新曙光 许多患者因为传统复健无效 而长期使用止痛消炎药 导致肠胃道出血甚至洗肾 反复施打类固醇又引起肌腱带脆化 内分泌失调等问题 自开业以来 我积极学习超音波及增生注射技术 连续四年 每月固定两次参加外线市的研讨会与课程 与国内外顶尖医师交流 并于2023年初取得CIPS国际认证 为了提供最好的医疗效果 陈玉杰院长引进最新的二次离心 SHPRP血小板增生治疗 抽取患者自身血液 二次浓缩萃取其中的血小板与生长因子 再借由超音波导引 精准注射到患部 达到组织修复再生的效果 并且配合振波 高能量镭射 超磁场治疗等先进技术 帮助无数病友摆脱顽固性肌骨关节神经疼痛 重拾美好的人生 怎样子最快把病人治好 然后怎么样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最好的一个医疗品质 所以我们会采买很多先进的仪器 然后也会持续更新国内外的一些最新的治疗技术 回到台南开业后 我积极引进最新的医疗技术 特别是PRP血小板增生疗法 针对传统附件治疗无效 却又未达到所述标准的患者 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我们诊所使用最新的二次离心技术 制作出来的PRP血小板 浓度高达血液的6到8倍 而市面上的产品浓度多为2到4倍 技术上与国际接轨 确保患者可以获得最好的治疗效果 疗程完成过后一个月专人追踪 超过8成患者症状改善一半以上 希望我在治疗患者的时候都能保持着尽量把事情做好 而不是只有做完的一个心态 多年来我们发现真身治疗结合高阶超音波机器 能够精准地送达修复物质 在几乎无负重的情况之下 显著改善病人的功能 我们对每个患者根据理学检查 X光与超音波扫描 必要时转接核磁共振 来客制化医疗方案 并且进行超音波导引精准注射治疗 一开始严重的时候两只手都会酸痛到半夜会痛醒 那经过治疗以后现在是可以一觉到天亮 谢谢陈医师专业又细心的治疗 还有整个医疗团队药师还有医护人员 他们每次都是非常仔细的提供卫教的宣导 还有回去以后要注意的事项对我帮助很大 从创立迄今 陈玉杰骨科诊所持续深耕地方骨科医疗 默默守护着俯成民众的骨科健康 相信未来在陈玉杰院长的掌舵带领下 医疗团队将持续坚守医疗岗位 成为民众最可依赖的骨科胜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